所以,這個共用副程式,其實在程式的撰寫上面還蠻重要 因為以後的話很多地方可能都會有類似的程式 那假設一樣的程式,假設說 你 通通都一直複製貼,複製貼的話,那將來會造成第一個程式會太多 第二個你要維護也蠻麻煩的 所以以後如果遇到那種,只要帶參數 比如說像剛剛有兩個參數 就可以讓他共用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你要先寫一個共用的程序 那第二個的話呢,再利用呼叫的方法 call 那個篩選的名稱 但是記得後面的一定要再帶兩個參數給 瓜虎裡面這兩個 如果沒有帶任何參數的話,那後面當然就會出錯了 這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所以請各位把這四個做完之後 然後呢,我們其實就可以練習 其實最後的話呢,就是篩選業務OK 那篩選產業別OK 再來就篩選產品 比如說我要找什麼,找22吋的螢幕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 只要做 一個篩選 那其他的話呢,你就可以用呼叫的 然後篩選就馬上可以得到要的結果 這樣的話呢 22吋螢幕 就馬上幫我 給查出來了 OK 也就是說其實只要做一個篩選 將來你也不用 從頭到尾自己重寫 甚至你可以拿我現在 寫好的程式 當成是一個篩本 反正以後的話就拿來改 但是記得要改對地方 這一點可能要 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還有什麼篩選客戶 反正就是 把那個 總共有 四個 篩選的方式 也可以把它做出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也是同學之前有問到 如果我今天我要 查的並不是說 單一個條件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 一個欄位如果要查兩個條件 比如說 我希望找出那個什麼 老王和小咪 然後或者說 等於是說 不過特別注意 當然篩選它也一樣有一些限制 因為呢 總共裡面 可以加的條件 就是兩個 沒有辦法有第3個 第4個 除非說呢 你篩選完之後再篩選 那當然可以啦 只是說 這會有點太複雜 它基本上就兩個條件 那兩個條件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要找兩個 兩個業務員 那怎麼樣 兩個業務員 首先第一個 第4個 我們可能 還是要 把什麼呢 把原來 篩選 你就不能用呼叫共用 因為這個 就沒有辦法跟別人共用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變成說你是個別性的 那假如是個別性的程式 你就不能夠 用那個共用程序 所以呢 我們 還是需要把 篩選業務 後面 加一個乘以2好了 就是兩個業務 比如說我要找兩個業務 OK 那程式如何寫 首先第一個啦 我可以拿這個來改好了 篩選 共用的來把它改回來 那怎麼改回來呢 第一個 我把它複製貼到底下 然後呢篩選的話 也許叫篩選業務 然後後面加一個兩個 最多是兩個 乘以2 然後這邊的話 後面就不需要 傳遞引數 比如說我要找兩個 那第一個 就是 X 所以喔 那如果要讓他再輸入一個的話 那就是 再貼一次 改成Y就可以了 OK 也就是說啦 我要找兩個 然後把這 工作表名稱 就叫 就是那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 OK 然後房呆的話 記得 第一個條件 或第二個條件 所以你可以改成 偶爾 然後後面的話 就加 再加一個 Y判斷一下 是不是空的 所以如果你有兩個的話 這邊可能也要判斷兩個 是不是空的 再來的話呢 底下的話 就是 防止他重複名稱 那所以重複名稱的話 應該是 X X&Y OK 中間加空白 把兩個名稱 中間我就不加漢了 反正就是 這個跟這個 然後 也這樣可以防呆 不過防呆的話 可能還是要注意 兩個名稱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 要開始查詢 檔名的話 但是那個 工作名稱也叫 X&Y 那再來查的欄數 因為我要查的是 業務所以第三欄 那查的條件的話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Auto Filter 第一個是查哪一欄 第二個是查 第一個條件 Criteria 1 鬥點的話 那你要什麼邏輯 如果你要偶爾的話 就X加一個偶爾 X有偶爾 鬥點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就是Y 這樣就OK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要 第二個條件的話 其實呢 當然你邏輯可以用AND 不過其實理論上兩個AND 不可能發生 所以基本上就 或 哪一個或哪一個 那再來其他底下的話 應該就 不需要 就應該不太 就不需要改了 其他都OK的 所以我剛剛 基本上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增加第二個條件 Y 然後再來的話呢 防呆當然也要防呆Y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防呆一下Y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 檔名的話呢 就是ANDY 最重要是AUTOFILTER的時候 後面加上 X 是LO 0.Y 所以喔 這是第一個條件 是哪一個 比如說小咪 第二個的話是老王 然後就是兩個 其中一個出現 那就幫我找出來 所以喔 如果說你要 同一個欄位 要找兩個資料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基本上 做完之後 讓讓看就知道 OK 所以執行 第一個 比如說是 小咪好了 OK 隨便輸以 反正就要找兩個 所以是放在X 然後再老王 放在Y 所以它會建一個 工作表叫 小咪 老王 然後把資料放過去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應該是用 或 所以只要是 小咪或老王的 就會通通 放在這邊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同一個欄位 最多兩個條件 因為它 這個 篩選就是兩個條件 OK 那再來 待會也許 如果說 還有同學問到說 跨那個什麼 不同的 不同的欄位 比如說我要找 業務 假如是 小咪 然後呢 產業別呢 而且是 金融業的話 貨金融業也可以啦 如果是不同欄位的話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來看 所以 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要做什麼呢 這個 多條件 的查詢的話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同一欄 同 紅 OK 多條件查 有兩個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一樣 乾脆把那個程式 這個 這個程式呢 把它複製貼到這裡下 如果有需要同學 可以自己再練習看看 OK 好 好